老鹰在几乎赛首轮被凯尔特人六场淘汰出局 但在第六战末尾出现了非常令人无语的一幕 在比赛还剩19秒的时候 老鹰硬是连球都发不出来 他们一共尝试了三次最后失败 这个回合送给对手 特雷扬已经非常努力想要把球发出来 无奈身高受限 斯马特一直在他面前骚扰 用身体做屏障阻拦传球路线 特雷扬第一次发球被斯马特的腹骨钩接住 第二次发球又砸到斯马特怀里 连续失败后 斯马特和特雷扬也都被逗笑了 谁能想到边线球那么难发 于是第三次发球和防守者都换了 亨特试图把球传出去 但霍福德故技重施 亨特只能把球砸到对方腿上 到第四次亨特心态已经有点崩了 离他最近的两名队员都被缠得死死的 结果他的发球完全失去了准性扔给空气 老鹰最终被判失误 这十分喜剧的一幕引来了大量中国球迷 调侃和联想 直呼原来发边线球才是真正的世界性难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